精彩竟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您讲解围棋贾籍联赛的另外一场比赛 那另外一场比赛呢也是中韩之战 是由金智希对阵陀嘉西 嗯 对 两支队伍呢 陀嘉西代表的是西藏 西藏 金智希 渠州 渠州 他们现在目前的排名是怎么样的 丁老师 好像都是在中下游吧 中下游 对 中下游 因为现在排名基本上分前八跟后八 就第九名的就是往后是要参加保级战嘛 前八名是真冠组 所以这个上半区下半区的 是 这次比赛的赛程也非常的密集 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 是陀嘉西战胜了螺旋 在比赛之后也有一段塞的采访 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 第二阶段到成长的时候感觉你状态不错 因为有三连胜 主见三连胜 在主见位上你这块会发挥的问题 现在你对着成绩是 请这个前八吧 先评价一下自己 对吧 说出自己的心话 确实 那个就是 其实这几盘棋 就我自己回头看都是有 其实都一直都挺胶着 但是最后能够赢下来就感觉 就可能确实自己发挥的还不错 不然的话可能很多就是五五开的棋 就是最后结果可能就很难说 然后我在维甲中其实 尝试当主将的时候比较少 所以说很希望自己能够 在当 就是首先自己可以一直赢 然后当主将 然后会帮助到队伍 然后明天我是对金智希 其实在维甲上下的比较少 世界比赛上下的比较多 就是还是希望可以自己好好发挥 可以赢下来吧 对金智希 应该也是老队了解的应该比较多吧 你对他的印象有什么 就我觉得我们风格还有点像 可能都是比较喜欢战斗 所以说可能之前的交手也其中一下的比较乱 所以可能还是要看可能中后晚还能发挥 谁能发挥的更好吧 长谷一赛 现在你进到明天大概12月了 往后还有几门就结束了 对你们队现阶段这个表现满意吗 或者说是取得到今年取得成绩 就是我们的目标肯定就是先进前八 然后进了前八之后 还有往就是上面冲击的可能性 然后就是今年大家其实整体就是 我们现在是第八但是无论是下面还是再往上面 其实分都很接近 我觉得我们就是现在应该还是一个正常发挥吧 我觉得我们如果下得好的话还可以把名次再往前 在至少希望可以稳住我们这个前八的位置 对你那个队友进行队友的表现 你做个评价呗 就是因为我跟腰叶当了很多年的队友 就是他其实感觉没有 现在不是他最好的状态 就是希望他就是通过今天的胜利 你可以去后面越下来就好 然后江东润的话也是 就是维甲就是在中国很多年 但是我是第一次跟他当队友 然后我觉得他还是很稳定吧 就是希望他后面也可以保持 就是然后其他无论是陈昊 蔡静和张强 就是无论之前下的好跑 我觉得后面他们上场的时候可以 就是正常发挥的水平 然后可以为我们队做一些贡献 刚刚陀嘉西也介绍到到这个 跟金智希是老对手了 骑风也比较相近 属于栗战型的 感觉上现在栗战型的骑手非常多呀 在年轻战型当中 喜欢战斗的 是不是要比维控的要多一点 陀嘉西他一直都是这种风格 金智希也是吧 对 就是刚才看感觉陀嘉西 好像都感觉最近好像成熟了不少 因为新婚不久 我现在看到的是陀嘉西 在比赛当中 从面容上看着要稳重很多 就是拖劳也是刚结婚嘛 感觉状态调整的不错 是 金智希感觉 我总觉得金智希多少年了 没有什么变化 这是陈耀夜 陈耀夜九段 最近状态好像有起伏啊 这位是 韩一舟跟陈耀夜 是多年的队友 今年是 代表了两支不同的队伍 多年他们都是一个队的 你讲到陈耀夜之前一直效力于北京队 对 北京队 陈耀夜夜也是 他们都是北京队多年队友 这是张强 是西藏队的张强 这是丁世雄 今年代表的曲纣 以前也是山东队的 那等于说北京队的原班阵容 更多的是换到了西藏是吧 对对对 曲纣是 陈耀夜 陀嘉西 还有蔡进 陈耀 原来就是西藏队的 这个是陈子健 陈子健 陈子健原来也是山东队的 印象当中他快骑 挺厉害的 骑下的很快 都是年轻骑手当中 也是下维甲比较早的 也是多年 比较熟 对 多年为假的经验 这是范庭玉 是山东队的主将 其实山东队 范庭玉 姜维杰还有周瑞阳 都是世界冠军嘛 但最近一直是范庭玉出任主将 对他的这个状态比较的稳定 党一飞就断 对的是枝野虎丸 这次比赛的外援 是不是枝野虎丸是唯一的一个日本旗手 对 日本旗手 其他的旗手都是韩国旗手 一共有九名外援好像是 对 因为锦山玉泰今年下的围椅嘛 代表日本队参加了围椅 这是周瑞阳队古灵翼 古灵翼相当于是主场作战 对 成都队是主场作战 因为成都队三战全胜 豪取九分 全部都是每一轮全取三分 对 之前有看他们采访的时候 可能是主场作战 赤柱都比较的舒服 对 比较适应 廖元赫和姜维杰 山东队成绩也很不错呀 姜维杰也是三战全胜 山东队现在应该是排第二吧 我没记错山东队好像排第二 成都队是排第一 这盘是目前排第一对第二 焦点之战 山东队好像是第二 不是第二就是第三 应该是第二 是 好 我们回到棋局 这盘棋是陀嘉西的黑棋 金志熙的白棋 金志熙最近好像成绩 感觉不是太好嘛 我感觉 因为韩国现在好像就是深圳序 朴廷环 申敏俊还可以 申敏俊也是打进LG杯的决赛 二升 对 金志熙好像 状态稍微沉寂了一点 低挂 然后陀嘉西选择了一间高加 对 所以你看这个这个一间高加的下法 你就拿AI来说它是降点的 所以刚才咱们也跟其友说了 你不见得每次都要下这个 因为AI推荐的是这个小飞 是 然后尖顶也是可以的 其他的这些夹击都会稍微降掉胜率 但是所以看这都是可以下的 没有说不能下 这个一间高加在AI出现之后 这个丁尺有什么更新和变化吗 给我们以往学的 还是跟这些下法是一样的吗 差不多吧 对 还是跳拖 都有 这两种下法多一点 对 反加也有 飞也可以吧 嗯 实战是跳 黑旗飞 对 然后是反加 对 我看还有就是直接拖线不走的 就跳完一下 这部戏不走了 做其他地方 AI推荐的是低价 这个AI觉得加在这好 嗯 呃 我印象中AI压在这 然后说黑旗是压完飞的 这个我还真拿AI摆过 然后把旗飞一个 AI说像这个图是双方最佳变化 然后黑的暂时拖线 以后根据情况看靠出什么的 嗯 这是AI推荐的图 然后高加嘛 也就是原来的定势了 这个也是 其实差不了几个点 这可能0.6 0.7这种 高加主要就是为后续的这个拖做准备 啊 这个拖 高加可以有两种 一种上跳一种下跳 下跳 下 对 下跳倒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AI说下跳的时候 白心压这个 压这个 压这个之后冲完脱脚 这个是AI推荐的 那黑的冲出 形成一个转换嘛 那白的立下 就这个 嗯 这也是可以下的 这个是双方都可以接受 对对对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接下来打吃长 沾上再再顺势冲出 大家盖下的这个定型 呃 印象这个旗形是像这样 然后再小结 补个段 就脚上有段 嗯 嗯 打两分吧 这也是可以下 对 黑气走在获得了两边 白气取得了脚地也出头了 嗯 那实战就比较简明啊 实战是 省则的是上跳 对上跳就非常简明 这个跟以前的定式 没有任何的变化 白气突过就行 还是这个结论 嗯 那黑气是点三 点三三 暂时脱先了 暂时脱先了 黑气点三三 这个上跳定式的话 之后就是长弯冲 就长弯冲了 定式是长弯冲过来的 嗯 那这个棋确实 我印象也比较深刻啊 但AI也是觉得长弯冲了 AI是推荐长弯冲过来 下成这样之后再脱先 黑气再脱先 那就是说 以前定式是这样的 扒三三顶住 吃 然后白的拆一个 AI觉得这个 可以暂时脱先 不见得便宜 就那手机跟这手机交换 就先保留一下 就冲完下成这样脱先了 这个图感觉 白气的实力拿的挺舒服的 对 在这个棋 因为这个定式 就是时间比较长了 这个我为什么印象深刻呢 我有 有比赛当中跟那个 这个邱骏八段下过 他这个他尝完之后 他是往这儿逼的 也是当年我下围甲联赛的时候的一盘棋 他尝完往这儿逼 我可能下得有点问题 本来当时下得觉得 他这个逼挺好的 他为什么他不冲 他逼逼的我也挺难受 那你之后 我好像是顶了玩拖先了 哦 开始走什么 然后正好看到金智熙嘛 那么今天讲金智熙的棋 后来他又跟邱骏 他挺喜欢这么下 他又跟金智熙也这么下 金智熙是破完碎 我当时打谱 我觉得金智熙这个棋下得好 比我的强 而且当年是不是还没有AI的时候 没有AI 因为邱骏这几年就不下比赛了 对对对 那相当于是退役是吗 也不算退役吧 就很少下了 也是在培养这个年轻棋手 在教学 在没有AI的时代下这个棋下得 他尝完B嘛 他尝完B肯定是他自己也研究的嘛 然后因为他刚跟我下过 然后过了两度又这么下 然后金智熙是拖完飞的 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 我觉得金智熙这棋下的也是很有灵气的 看上去拖完飞比我那个奸进就好 对这拖完之后刚好冲的还有一个弯 对它拖之后正好 因为这个棋黑的不冲过来 我当时就在想它不冲过来 我也没什么手段 我粘上它贴住 这不像好奇吧 里和外的交换也不是奇 那我也突破不了 那金智熙这个拖完了飞 看上去像是好奇 当时我对这个棋下有印象 我觉得金智熙下的好 我也学了一招 但这个时候 拖加息是直接拖鲜的 没有长 对 是直接点三三 直接点三三 然后他拌了脸拌 我印象中金智熙好像很喜欢拌了脸拌的定型 这个点三三定式 现在已经逐步的感觉成为是比较复杂定式之一了 因为变化很多 就是这当中的脸拌算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定型 但是其实现在大家下的也都比较简单了 因为复杂是主要复杂在这个米式飞刀 对 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比较像的 比如说长一个飞一个 跳出 这些都不算复杂吧 定完班 更加简化了这笔 对 其实 因为这个 见的实在太多了 大家下的也多 咱们讲的也比较多了 就算复杂 咱们每天看每天看 我觉得大家 咱们奇迷朋友 应该也是非常 比较容易掌握的吧 因为确实是 这个丁老师 这个搬了连搬的下板 手术是比较少的一个定式 所以推荐奇迷朋友 什么时候用这个呢 还是刚开局就可以用 都可以用吧 这个搬了连搬好像 不强求配合 它就是局部取角 那搬了连搬特别简明 黑的只有吃一种下法 以前我们还有搬断 这个奇迷朋友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搬断的下法 现在被淘汰了 是绝对不能下的 是 搬断的话白皙只需要沾上 这个在我们以前看来 这是一个定式 但是AI告诉我们 像这样黑的是 降了20个胜率点 应该是 降这么多啊 对 我们以前退 这个AI说不对 这是应该吃 就像这样 这个图黑的 亏了20个点 印象当中 就是小的时候 学到过这个定式 当时就选择 这个定式黑方啊 它主要的局面 是比如说白皙这边 对 要围一个特别大肚子 或者一个大空的时候 就是方向的选择嘛 老师会教我们 就是你觉得这条边大 你就打拔这边 这条边大 你就搬了断 也可以转到这边 对 那如果这边 还是之前的那种局面的 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白皙为控的空间 那看到底有多大 有多大具体的情况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拆边呢 还是说已经是很成规模 那可以有些特殊的场合 也是可以去选择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结论 正常情况下是亏 正常情况下是亏不少的 所以一般我们不会下 那就打的是这个 对 打再一打 吃掉 这个是最长的 我感觉点赞的定式精致稀化 总喜欢下这种简单的定式 看上去双方不像之前采访陀佬说的喜欢战斗 非常的稳健 感觉在互相试探当中 可能也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我觉得白皙尖顶 飞过来 嗯 这是一个 调子吧 嗯 嗯 可以的还是要手一手的 然后把一些拆边 看上去非常的 稳健 双方都很扎实 很平稳 嗯很平稳 好点33 嗯 感觉战斗要从这开始了 因为这个点33大家要知道 是绝对不能挡的 这个很多咱们可能 业余爱好者很觉得就简明定型了什么 一挡一团啊 只肩胀 肩胀咱们有棋友会这么下 但是这个结论大家要知道 这个下法啊 亏的比刚才这个可能还多 哦 这是不止降了20个点 这个亏多了 这个我的理解是大概亏有 至少亏五目棋吧 嗯 亏个小天幕的感觉 对看似这个脚白棋也防住了 也把这个脚守住了 但是将来变小了 等于被黑棋先手给分割掉很多 是守住了 但是已经不多了 嗯 这个棋碰到点33一定是要反击的 嗯 我觉得十盘棋里面九盘棋是利 还有一盘真姿有利可以团 团你爬我顶住真姿有利的时候 那如果真姿有利的话 那丁老师这期我印象当中中 中次有利有一个靠了加点的 你说黑的真姿有利 黑棋 嗯 对就是靠了点和直接点的区别是什么呢 靠了点的区别就是靠了点 它的用意就是防止白棋力 嗯 这样的话作战黑的更有利 当然黑的现在这个有点远啊 正常我们拆三会近一点 就作战有利 远的话白鞋拐有点搞不清 啊 近的话能搬住 近的话至少你你搬下我可以压住你 这个远的有点压不住感觉 嗯 但是就局部来说黑的是可战 我觉得应该黑的也是可以的 压一下 对 大概也只能长 嗯 长我就继续压嘛 反正黑的你要再走就搬住 这样可能白的是有点危险 白的好像只能搬这个 哦 黑的跳起什么 然后白棋再搬起这个 然后趴路做活 什么的 应该是这样 嗯 反正这个复杂 黑应该是黑的作战有利 黑棋靠完点的作用就是防白棋力 但是呢白棋针子不利嘛 如果针子有利团黑的不行嘛 针子不利的话白棋多了一个团的定型 嗯 对白棋团这个黑的也不能断 黑的只能搬粘 其实靠完点子下法挺简明的 嗯 白棋团黑的一搬 黑的一搬 粘上 对 爬一个 这是黑棋针子有利的时候的一下法 你可以断我 或者也可以直接粘上 针先手就断一下 黑的大白棋一下 吃掉 黑的跳一点 这是一个定式 嗯 嗯 嗯 这样下包扎完之后 黑棋还挺满意的是吧 嗯 两分嘛 嗯 黑的花的手棋 各有收获 对 黑的局部花的手棋嘛 定型的外面走得更厚了 嗯 白的也是把脚守住了 嗯 这是 这就是个定式 这差不多 就是说你如果担心你点33 对方立下的变化 那你可以考虑靠了点 它实际上是直接点的 白棋当然也是立 白棋直接立 也是立的 这些必须得立 先点再立之下就靠不着了 按靠 靠就可以挡下去了 对 点完了飞也是必然的吧 嗯 贴 贴是正招 嗯 嗯 嗯 这都是必然的下法 这个棋呢不能挤 这个挤完了断 如果能挤到呢 黑的明显好多了 挤的话白棋会拐 这个跟我们刚才靠段的变化 有区别 嗯 就在于这搬了一下 我们刚才说这样黑的可占 但是有了这一下之后 黑的可能就不行了 那白棋还是拐 你会发现你压我的时候 我不理你都行 这个变成了一部俗手 是 嗯 所以这样的话黑的不太行 所以这个点三三 大家也是要记住的一点 就是 你非二路 白棋贴的时候啊 黑的不能挤 只能爬 那白棋如果 挡可以吗 就这个 挡的话 我不是靠段 我冲段 哦直接冲 我想你靠的话那就还原了 我冲段 直接冲段 冲段 白的勉强 嗯 这是不是白棋就算把脚吃掉 嗯 黑的有七子图 也不一定便宜是吧 嗯 黑的有七子定型的方法 嗯 这黑的可占 是 对 这个脚在实战当中经常能遇到 对 所以实战的这个下法 是双方的一个基本图 在周围都没有特殊配合情况下 这个大家 要看实战 双方 的这个定型 是 其实就是点三三的一个结论 嗯 我印象中 AI好像觉得断一下便宜 这个其实很怪 所以拿AI摆过 嗯 AI觉得断一下再长便宜 好像是 好 先交换一下 那断完之后 这白棋要补吗 嗯 就是断完之后 白的补的不舒服 嗯 这白棋 是不是大概补上面呢 补上面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棋 对 我我立你一下 我挡一个你吐了 嗯 这吐了 这是先手 是这不走的话 打完一打 所以你可能只能虎在这儿 哦 只能虎在这儿 虎在这儿的话 就这边的这个 头腰软一点 感觉上这个地方 气要紧嘛 头腰软一点 我拐起来或者加 将来这个地方 好一点 是 它实在是没有断这一下 没有断这一下 白棋将来补齐是补在这儿的 补在这儿就厚了 更干净了 嗯 这我印象中是 AI觉得断一下便宜 我 我是这么认为的 它拖加息实在是直接退的 没有去断那一下 那白棋是 对白棋是斑 斑反正黑的以后也是沾嘛 黑的沾白棋 就这样以后就再也断不着了 断不着了 没有断着的机会了 对 暂时先脱鲜 我这样先交换一下 然后又回过头来把这个沾上 嗯 它是 对然后白棋暂时是先没补 白棋往这掉 嗯 这步棋好像脱脑就觉得不能忍了 因为黑棋现在这个选择我觉得对了 因为定式是长弯冲嘛 我们刚才也说了 但是在这个配合的情况下 这地方的价值比较大 因为这已经被白棋占倒了 黑棋冲过来也没用 所以黑棋是 把这看清了 但它是不是长弯 我们长弯再比好 我总觉得邱君是长弯逼的下发 还可以是吧 给白棋留点味道 实战白棋虎在这应该还挺舒服的 对一手棋已经补干净了 对 没有后续的手段 对 我们来看实战嘛 这个棋可以的反击 很有气势啊 反击 然后白棋就沾上 那还是回去了嘛 但你现在回去的话 我总觉得这能便宜吗 这该黑得下 但你如果不回去 确实也动不了 因为这都是软头气 非常的紧 味道真的很 很不好 是 这颗子如果 能活下来 活得比较舒服的话 那是便宜了 嗯 嗯 这感觉有点找事儿吧 这是 惠奇这里 接下来跳了一个 然后白棋打入 就很凶啊 就开始腾挪 这个就符合刚才采访说的 双方的风格就来了 嗯 然后栗战型的 还是要以力量决一胜负 是 嗯 嗯 靠下去 这个白棋就看这局部啊 能够活 我相信应该不会全死 但是能活成什么样 活得到底舒不舒服啊 嗯 点 这应该是挺挺 你必然的 一些下法 嗯 打吃 这黑的都是命令型 看上去白的下得很凶 白棋冲完直接把黑棋给断了 嗯 这个下法有点凶 行不行的话 再看 看看 因为这个实战黑的打完一冲 我怎么感觉这个白棋 有点勉强 因为这个棋是 这怎么弄 嗯 脚上有个结 那不能打吧 局部这里已经没办法度过了 是吧 它实战是长倒一下吧 长倒一下不会亏 啊 长完这个棋黑白的都不能度过 也没敢走 这个度过的话 黑的就全打掉 没活是吗 打掉 打掉吧 这感觉怎么 走一个这个 这是假的吧 看错了 诶 诶 还行 能活下来是不是就能接受 那肯定能接受啊 那 能活下来 那我走这儿 慢慢被你吓一跳 是不是能活呀 能活肯定是行啊 我那下 我那下打 我一直在犹豫这个打 你给我提 提呢 不能再杀了吗 不好杀了 不是那那那就如果你能活下来不是你你煎一个呢 啊我直接煎好有点暴力这煎煎是是该黑的下吧是是是是那你煎一个 长的话就有一个弯 那也只能长吧 感觉 不知道这么吃的划算是吧 可以打完打完煎 嗯嗯嗯嗯 白的不太洗 嗯嗯白的如果沾上 这应该也不行 嗯 尤其这也打不动 气太紧了 有道理你就煎好起 煎一下 对那这白的还是不敢度过 不敢度过不敢度过这个起 感觉白的收获不大 对白的实战是长 是长啊 但是黑的 这个吃完之后 白的这不还欠一个嘛 这还没有连上呢 白的收获不大 而且感觉这地方也不是很好连 那这里先做结 嗯做结的话 做结主要这个结黑的不见得一直要跟白的打 你结好像 嗯 嗯 并没 诶提结了吗 肯定提结啊 这肯定要提啊 提了 白旗管 黑的尖顶 嗯 紧凑这种旗呢 跟跳出来分段相比较尖顶 感觉是更紧凑的一个选点 给到的白旗压力更大 白旗提结嘛 嗯 是吧 提结黑的另一个顺手结材 对 另一个挺舒服的 很舒服 顺手结材 提 对之前这个利 嗯 这个利也有家妮说 这个利 AI好像推荐就是先下到 嗯 把它先下掉 嗯 然后也会有一个疑问 那这个就比如说打结的时候嘛 把它当结材不更好嘛 是 所以你看拖加西就不下掉嘛 好 AI它是因为可能利掉 这跟它的算法有关系 对 它简化局面了 对 但也有一点就是有可能打结的时候 你发现利不是结材 嗯 那你就尴尬了 是 而你利到之后 你可以让拐变成结材 它有时候啊 利是浪费结材 但有时候利是在造结材 对 跟这个结的大小有关系 对 它有时候利完它造出了拐完段 它能造出好多结材 嗯 如果你没利到 你发现你利是后手的时候也挺尴尬 是 所以这个还要掌握好时机 利当结材用 然后跳一个 我总感觉白的很凶险啊 白旗这两手棋的交换 把自己弄进去了 本来我跳一个能回来的呀 白旗通过打结 这两手棋 做了一个礼盒外的交换 把自己给兜进去了 嗯 然后黑的一看 好像是可以往这挖吧 这白的怎么收场啊 我感觉这白旗要碎 然后黑的踢结 嗯 总有一种白旗非常辛苦的感觉 黑的吃一半其实也成功啊 黑的是不是就可以跑啊 黑的可以跑这个嘛 对吧 其实黑的他可能下不了决心 现在去找损捷 如果不找这种损捷的话呢 他就只能跑这个 嗯 能把这一块吃了 一是把这块吃了 二是那块解你也消不掉啊 嗯 这白旗一 我们要知道你提一个没用啊 提一个是死旗啊 啊 对 这打完翻 所以白旗这个旗只能断上去继续打旗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的这个节 它是一个缓移器节 是 嗯 白旗这边先是靠了一下 然后跟虎的交换之后 开的这个节 是为了制造节财吗 有这个可能吧 然后黑鞋是提 也没有找什么节 就藏了一个 白藏了一个 这鞋是走的是这个 这是不是得动用这个节财了 嗯 啊 池上面就行了 嗯 黑的针子还有力 还是打结 我感觉白旗这串不太对啊 嗯 继续打结吗这鞋 这个鞋我感觉黑的把这吃完了 黑的时空也 也涨了呀 是不是 这鞋得打吧 对 拐的 嗯 这鞋得找了 拐 然后黑旗 哎 白旗做什么 白旗走的是 没硬 硬的话没结了 嗯 白旗硬没结了 黑的腕结不硬了 白的不炸了吗 还是这个 嗯 这我肯定不能给你吃啊 白旗是把这些全走掉 全打掉 白旗是看到了一个节针的一个转换图 这个图白的是 是做好了气节的准备了 所以把外面全打掉 然后这个肯定是不能给黑旗搬起来 这个太大了 这手鞋的价值应该是远超四十目吧 嗯 这个还是必须要硬的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节太大了 然后黑旗是提 提 白旗是 搬住 嗯 我感觉这期白旗已经走 黑旗是 跑一个 哎 这我摆错了吧 黑旗没有 先提 这个 我感觉白旗走远了 结果了一个转换 白旗 转换我们看 吃这我们继续摆完就吃到白旗吃的其实很小 黑旗跑完踢还是先手 然后白旗只能沾上 这个旗你吃着我们来总体做一个判断嘛 白旗吃了六颗籽 十二亩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白旗吃了十六亩 这边也屁花了 白旗吃了十六亩啊 黑旗这块空这全是死的 黑旗这块空现在有多少亩啊 这旗提了多少个籽 七八九十七十二十四 光死籽是八颗 三十六亩 三七三八四八 这块空就是粗略点点吧 这两个字不点死 这块空大概是六十亩 我们回想一下 白旗从掉之前 黑旗这整个两亿张开 它有六十亩吗 肯定是没有的 那肯定是没有 肯定是没有 也就是说呢 黑旗的亩比原来白旗打入进去战斗之前 黑旗我觉得长个十五亩也不过分吧 是不是说黑旗长的 我觉得跟白旗长的差不多 嗯 那看上去白旗好像也没亏 对吧 你长十五亩我长十五亩 但有个核心的问题是 插了一手旗 现在该黑的下了 而且黑旗变厚了呀 嗯 那现在白旗这个地方已经是死掉了 不需要再花旗子去吃了是吧 啊 我要吃也是走外面 我刚才这些都没点 基本上以后是白的走外面 四分之一个角 这一串白旗肯定是亏 而且我觉得没少亏 嗯 就外面将来这还有先手 那这黑旗的决心 决心点一下嘛 所以下到这儿的时候啊 黑旗应该是优势很明显的旗啊 嗯 就白旗这个地方打入一系列腾挪有问题是吧 是吧 是不是从这首旗开始有点过分呢 实战的作战的 从结果上来看白旗略显勉强 嗯 还是战斗 也不知道中间哪步棋没处理好啊 但是 可能还是掉的问题 掉完 掉完往回粘被别人跳过来 就感觉黑的应该不太怕这个战斗 嗯 结果也是黑的肯定便宜了 嗯 那黑旗是 黑旗是 飞一个 比较稳健 对 嗯 嗯 把这些大路 嗯 其实黑的 补一个 不太肯是吧 因为这个地方感觉上 围不上木 不太肯 嗯 实际上下的黑旗有点不太解明 他这个飞呢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点先手 因为他飞完将来点完压过来挺舒服 他这个棋其实就 简单走走是最见明的 这飞过去这样 比较容易掌握 就气了 是吗 也不好吃 白的怎么吃 白气就小尖一样 那吃的也不舒服 那小尖我将来再飞 嗯 吃的也不舒服啊 吃的也没多大 走一走 挣个先手 真的不是很大 这两个子 可以气 嗯 嗯 陀老师觉得这个棋 点完压 比较追求这个后续的下法 感觉很爽 其实这么下我觉得不解明 而这个下法 虽然压住了 还有断点 比如说白气就外面将来走 什么有先手味道 就感觉黑气效率比较低 啊我是这个感觉啊 这几手棋感觉效率不是特别高 嗯 嗯 哦 压之后白气是 反过来白气这个有点舒服啊 嗯 这个命令型 冲不下去 冲被冲了 所以白气贴 这个黑气也是命令型 冲出来算了 能不能冲出来 冲 就底下就不要了 冲主要白的不是冲白的会搬 嗯 白气 太难受 太难受 再挡住 但是这个气下成这样 我怎么觉得 这一串黑气血亏啊 你气不得很惨 这个跟刚才飞一个比 我觉得飞一个比就好太多了 嗯 而且刚刚我们说黑气优势 优势的时候应该选更简明的下吧 主要你这个气白的挡还是先手吧 你得走啊 挡你不走几个局部没活呢 所以你看白气走这个 又难受了 黑的还得补 如果黑气不补 我挡一个是先手 你补活吧 嗯 这地方搬完一连搬 死了要 对吧 是 你说白气这还是个先手 如果黑气不动 没有太好的下法 比如只能在这单关连一个 这一串感觉 亏的有点猛啊 黑气这一串下完 感觉把之前的优势 挤不起 就丧送掉了 送回去了 只要黑气这一串好像 所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目数 白气这一串走完中间 瞬间 有潜力了 对 就这个白气的效率 白气的收获明显比黑气 价值要大多了 就这个飞还是应该震头 刚才 这一串下的效率有点低 黑的还是得补 黑的实在补在这儿 挡在这儿 然后白气这边压一下 黑气是 退 这白气这串太爽了 真的太舒服了 展示断 小煎了 小煎了一个 这个是 是补段吗 不走有 有靠段 是补段 但这个段 大嘛 他就很爽 他下一手的就是 如果你不走我挡 你只能立在这儿补 因为你补在这儿这有问题 你只能立在这儿补 感觉中间是不是围 这里也挺大的 其实我 为什么 一定要在这儿肩 我就围 不行吗 围一个 要我的话 他不好围 这条线 能不能找一个 比较围的舒服的点 拖一下能拖着 顶肯定顶不到 拖 拖也拖不着 好 顶不到不 拖一个有可能 拖黑气搬摆在顶一眼 你搬我再顶 反正我 要是我第一杆 肯定在这条线走 嗯 这个可能也是更厚 也好掌握吧 我这期感觉要逆转 挡一个肯定是舒服 挡一个是后手 挡的时候会计是 没走 小尖 就小尖 白戏挡一个后手 白的在干嘛 挡是后手啊 啊 白戏也是挡 黑的小尖 白戏再点 黑的也不敢沾 整体没活 这很奇怪 这个转换 这个转换 谁便宜啊 双方来了一波转换 黑些挡完挡住 从目数上来说 我觉得这串白戏亏了 是这么下的吧 嗯 但白戏确实也厚了 厚了个中间也有好处 嗯 嗯 就是这么下的 对 那这个 黑起这个目数的收获 肯定还是比白戏大 那这个起 我觉得双方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一路斑毡 谁先抢的问题 太诱人 双仙 双仙四目 职业骑手就很难抵收得住 这种诱惑 四目倒是没有 我算错了是吗 嗯 那我黑的斑斩你团在这儿吗 白的斑斩你这还能挤一下 对 挤是仙手 嗯 双仙将近三目嘛 嗯 白来的呀 对这个双仙 我们都说双仙的目数叫乘以几啊 乘以四 乘以四 其实不准这个东西 对 乘几都没用 一个感受 嗯 乘以四就告诉你它的价值大 就跟我们中央拔花三十目一样 那你说它到底三十目四十目还是二十目 这个不重要 嗯 它重要的是这个 这个理论告诉你 它大 对 是 因为双仙是白来的 咱家 前提就是双方走都是决仙的情况下 嗯 你确定是双仙 它是白得的 你双仙一目双仙半目都是白来的 什么时候能走到 白的可能觉得搬不到 搬不到吗 白棋是 没搬 反正是 这黑的不能长啊 这种棋如果长一个瞬间认输 啊 这棋名朋友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瞬间认输 不够了是吧 长 不能让白棋全围住啊 黑棋是 大跳进去 这个空必须要进去的 嗯 那白棋顶一个也挺轻的 顶完了之后这个没有这个脚大 顶完之后飞这个 我感觉是不是下的有点软 但你拖我觉得是不是怕顶完搬过来 嗯 拖不着有可能 是有可能拖不着 实战这个定型 白的飞 黑其立 白的跳 嗯 这个都比较正常的下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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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靠 这个棋感觉黑的这个 从这部飞开始 嗯 确实那一串亏太多了好像 嗯 这棋白心应该逆转 拖起是退 嗯 嗯 披的中间 嗯 这棋很薄得连 嗯 一起顶一下 就看双方这个收束的定型了 刚才陀佳希也说了 胜负关键还是在中后盘 嗯 冲 嗯 黑的就连上嘛 黑的连上 黑的把这个全部联络 团住 联络还是没有问题的 嗯 白的小尖 小尖的时候不硬了 嗯 对 小尖的时候 然后 跳进去了 白的就这么一个小尖 看来黑的一直觉得不够了什么 这个目的 不够了 黑的这棋应该是不够了 不太 跳进去 然后白的打是先手 那白的就说没必要小尖呗 但是小尖也没问题 黑的跳 白的这打完铺好棋啊 打完是铺吧 是 嗯 铺 然后这个好棋啊 铺完打还好棋啊 我刚刚看到这个头铺完打完吃 巨爽啊 这棋 嗯 然后黑棋 这个冲回去 就吃啊 把这三个拔了呀 把这三个一拔多爽啊 先手 拔完之后把那搬粘了 这别围了把那搬粘了 嗯 这里边是 几碗档还先手 最基本的 所以这虽然被你破光了 但是白棋把黑分段之后收获也很大 这两手棋本身木树就收获了五六木棋 然后这地方多吃了大概四木 这地方多吃了三个 这十木十一 大概白棋这地方先手吃了黑棋十五木 嗯 然后再搬粘完再围一个 我觉得白棋好像 那中间这一袋被黑棋破坏了大概有多少 因为你本来也不能全围住 你是肩不住的肩围有跳 哦 所以你本来也不能说全围住 你就能围一大半 就这个这个区域 应该能围上 大概十五木 十五木还是有的 但是这个 这个还是厚薄 还是也本身也有价值 主要白的还是先手呀 这个它实战是 实战媒体 实战前面都是一样的 架到这的时候 他没有吃 没有吃 他走了一个 靠 为上面 靠这个 为上面 他觉得为上面打 然后黑棋抢到了 这个我们丁老师信息面的一朵班 这个太 这个白的媒体 太疏忽了是吧 这个白的媒体 但搬粘完之后 哦 白棋走了 白棋 先手 那白棋为什么不靠之前 搬粘掉 搬不着 搬不着吗 搬 搬不着也搬了 搬了再说是吧 因为他把这个可能也看成你收了 他觉得不走黑的跳进来是先手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 我就半战 你跳一下之后你一搏 把这三个先手拔完了 就这样收嘛 我总觉得还那个半战要抢 嗯 其实是点刺 点刺 还是这挤了一下 嗯 这种时候往这刺这个陀加西的一流的这种感觉啊 这好气啊 很麻白气 嗯 嗯 双方又形成了一个转换 对 嗯 这个转换不知道怎么样 那时候这边 这个转换好像黑的又亏了 黑气亏了 黑气吃了两颗子 吃了两颗子 吃两颗子 没少亏了 这边先挡了一下 这是权力嘛 嗯 这都必然的 老板也打吃嘛 亏了好像黑气 大费 下黑气黑 呃 黑的应该要输 你收这个 你说这个大 嗯 这个你收非常大 嗯 这个 扳完主要虎一个先手 挺大的 嗯 那地方后 白的这个好像 就正常下 我觉得现在白气肯定是顺势啊 嗯 那我们就是 也没有具体去点啊 但我感觉上白气应该是赢了 从进程上看 嗯 白的中后盘肯定是夺分了 这感觉黑气这几个也亏了 白中后盘 便宜太多 主要黑的这个收起吃 比我们之前点木 黑的就缩了很多 嗯 就是你缩的时候 你白的这木都在长 这种这种木都是长出来的 白这块空 变大了好多虎一个先手 这现在 这块空有十九木 就白白的这个地方 他 他没注意好像是 他这部跳是一部余温手啊 退的 啥事没有 跳是 有断是吗 跳我这断一个 出声了 出气了 断的话白喜 吃黑喜 这我搬进去 倒不进去 断打死了 那白亏两木齐有点扛不住 而且你拐完不见得能挡住吧 这个味道 那我吃下面呢 吃下面它就有个挖 挖完打吃 那不管怎么说 这是个变数啊 这出事了 你要粘上我粘回来 我就算粘回来 我也便宜很多 对 而且黑喜 如果结材有利 主要这个 这个旗 它如果退 啥事没有 因为退的话 不管你断加嘛 你都一样嘛 你走 你是可以这地方再爬我一下 但你本来爬我也是 搬完要补的呀 一样的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嘛 你退的话就只能下成这样嘛 对吧 白的可能觉得这被尝到一下烧亏 他还想将来这期是不是能自己糊到 他想下成这样 这样是便宜两木是吧 不太可能啊 他 金智希可能 实际是跳 他黑的也没走 确实是 黑喜把这个提了 那现在有机会补上了 这边套了一下 也不补 走哪了 粘上 这 粘这个 嗯 看 嗯 没人下 停 嗯 这如果里面没骑的话 黑的输了 啊 现在我们这个 如果不出骑的话 黑的贴幕是贴不出的 应该是要输一点 挖 他也没有走那个段是吗 没有走 就挖粘了 挖粘 非常的神奇 然后白器挡 哎白器铺 哎白器是靠的好像是 白的 靠一个 我不知道 白器粘一个是不是就赢了 白的增长补齐就赢了 他这个 他实在 金智希 靠完了 打完 提 打上去 黑棋是 黑棋先搬粘 反正独秒了嘛 肯定 搬粘一边 本人就收关 然后一边打僵 那这一段 这个棋是什么东西啊 嗯 嗯 白器有点自己给自己搞事情 他 断白器 就吃下面呢 那我沾不变先手了 你补这个可以冲 你要看成这样呀 吃死了 可是你直接沾 你直接沾白器 这期我也得补一个 是 是 跟那粘其实没啥关系 嗯 他粘 他就是保留一下 这就是有段 端就是 他 这个两目有点差不起啊 这不是两目 你管我还能充四目 这白亏四目可能就输了 这一段就是你已经 拦不住了 断的时候白去吃这行吗 不不不 贴住 脚上是不是亏了这样 脚上亏肯定是亏了 是不是也能忍啊 他也应该这么下呀 亏的有限吗 其他一个 你就算 那应该也这么下吧 白的 亏的也不多 实战很奇怪 实战这个棋 实战这个怎么出现一个惊天大转换 本来以为会平稳的收关 收关白旗赢了呀 白旗实战黑的断的时候 白旗往这猴一个 是不是白方他的金智希 并没有把形式判断做得很清楚 那不应该 那照理说 金智希这个水平 形式判断不清楚 这不应该 那赢了的话 何必要炸这么狠呢 就说你这个可以啊 这个能收 但不知道亏两目赢不赢啊 这白的木肯定亏了 刚才夹到这城里 白的木肯定亏了 是 都不知道赢不赢 但实战可能觉得也不太够 然后这这怎么就 很突然之间 这是自爆了吗 这走的是什么 白旗斑 白旗斑 你是在长期我一间 然后他往这一瞻 黑的一病 白的死了 气明显不够 你打完就算扑我一下 一二三四五 黑的五七白的四七 没了 这哪边 这就没有什么 后面还收 打劫都没有是吗 这是有个打劫是吧 哎 这是什么 走哪了 收不住 但是站这里边是黑旗冲完了 打完了 出 收不住了 对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最后一首棋 贴 贴是最后一首棋 然后金智希是中盘人输了 我感觉 我感觉二十首棋 白的甚是 白的本来赢了 打了一手 就不知道是赢多少 但可能自己也 不是很确认 因为我们摆棋 刚才看的也是有 有那个胜率 这旁边的胜率 就是十几首棋前 白的胜率是九十七 当断的时候就已经不对了 出了个勺子 嗯 那这盘棋现在就下到这里了 嗯 还是很激烈的一整盘棋 就是感觉这盘棋 胜负一直在摇摆 一上来这转换完 应该是陀佳西的盛势吧 是 后面中间一直在亏 感觉黑气 嗯 下的不是很简密 然后关子又逆转 双方这个一直在 摇摆 胜负 在做翘翘板 嗯 好那我们这盘棋 嗯 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嗯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嗯